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的社会 所以我想在现在这种发达 经济发达正在起飞的时候 我觉得当然大家就是觉得 还是男生应该要扛起这个整片天地 不要嘛就是扛起女孩子的情绪啊 就心理上的一个心灵依靠 要嘛就是扛起经济物质方面的一个天地 你说的太好了 那我就有一组照片给你看看 什么叫男人扛起 我给这组照片起个标题啊 就叫死扛 它象征着今天男人们的一种处境 你知道吗 这一幕发生在这个花样滑冰的双人滑的赛场上 你瞧瞧什么叫男人在死扛 你看看 咱们导演给你看 瞧见没有 扛举起这个女的 但是你注意这女的这个肘啊 这个肘啊 这是比赛当中 发现没有 在这两天 巴塞隆娜跟黄马比赛常出现 郑重这帅哥的鼻梁 你知道吗 但是比赛仍然在进行 你瞧瞧下边我们男男男人 你再看下一张 你再看下一张 哎 哇 看见没有 继续在表演 我们摄影师都 哇 血在流淌啊 就为了扛住你们这女人的这么 这个 你再看下边 你瞧这帅哥 这帅哥 这个比赛啊 他一直把所有的两人动作啊 做完 但是流鼻血啊 你再看 你瞧见没有 女的都对眼啊 你说这家伙 这个我觉得象征今日男人们啊 在女人们的压力面前 他 只在表扬啊 这是我说意志力 你看他从头比赛到完 死扛 对 死扛 很多时候男人啊 你拿来这个作为我们现代生活 都市男女的象征 象征 象征 很多 你比如说 我就说同工同工 为什么女的也觉得男人压力大 因为一般来说 你要是碰见一个如意郎君 你觉得买房子的事 肯定是他的 对吗 这一走子啊 就是北四环的一套 哈哈 北四环 想得好呢 北四环的一套就是一走子 是不是六环就已经够了 北四环都属于高尚人群了 你以为北四环就得走过去了 不是 我跟你讲 徐老师 这最近出了一个事啊 有的男的不死扛 但是有的男的呢 是采取了什么办法 弄死这女的 为什么 你知道在江苏常州 这个事情发生在江苏常州 一对小夫妻 其实也 这叫算夫妻嘛 同居 同居半年的这个小夫妻 就是买房子 为了买房子 买房子最后呢 这个男 你先看这个照片 就这个啊 这个人好像叫王斌啊 就这个 现在已经已经就是杀人犯了 杀了他 据称他深爱的 这个他的这个未婚妻 是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那为什么呢 就是你知道 他就要买房子 买房子的 其实这小伙子是一穷人 就没有钱 是 可是呢 按说这个女的呢 条件还很好 为什么这个女的最终还是愿意跟这小伙子一块过呢 这个女方的父母啊 就是聚了一次 就发现这小伙子啊 做饭做得好 说我这女儿能当 能有这么一个围裙丈夫 也不错 是啊 能做一桌好菜 整天给这女的做一桌好菜 这也纳入考虑因素啊 不错啊 这是父母多开明啊 要不那天又婷还让我穿上围裙 跟他一块做个节目 你拿照片帮你提升多少形象 我一模上 大家都说你这是好男人来的 你看你看 现在这男人啊 要不就 你就有钱 你要没钱呢 你就得成个围裙丈夫 是啊是啊 所以这样多好 你知道在美国最新的一个民调 就是今年那个美国的女生的硕士人数 是比往年都高 已经攀上了一个最高峰 而两百万的这个美国男人 都是家庭主夫 就今年的统计数字 换句话是说15个人里面 还十个人里面就有两个人 他决定是在家里面帮忙做财的男人 美国男人啊 你想想 咱中国这小王 你这小王到一种什么状态啊 实际啊 他有点忽悠 比如说他原来说他是什么什么大学的 其实他也不是那个什么大学的 这个女孩子就跟他好啊 他的工作就没有个固定职业 他就有的时候 他就就像你那天讲的日本男人似的 他就出去转悠 他送这个老婆上班以后啊 他就出去转悠 家里的开销其实经常都是他老婆的这个工资 这个小伙子就是做饭 然后呢出去有时候打点散工也能挣点钱 但是呢 那么要买房子 小夫妻要买房子 要买房子 你看为什么我说有的时候 人能够死扛把自己逼到一个绝境啊 明明是你买不起的 但是这个人的心里很奇怪 两口子看中了一个62万江苏长洲一套 因为他们有要求的说一定要100平民以上 是 是吧 好 看中一套62万首付30万 然后这个小伙子居然呢 你也不是打肿脸冲胖子吗 跟女方父母拍胸脯 说30万首付我们家掏了 可是实际上他们家没什么钱 他父母亲总共也就给了他72,000好像是 所以手里就这么几万块钱 但是你明明付不起 但是你为什么跟这个业主啊 都约好了 哪天中午在建豪门口交这个首付 因为这个心里很很奇怪啊 这就是一天日子一天天的近了 这个小伙子就在外边照样天天跟朋友喝酒啊 或者跟同学借钱呢 没有人借给他 知道都打水漂吗 那么明明付不起 可是一直就这么撑着撑着 就是说我来付我来付 于是撑到那天中午一点半 要到建豪门口交这笔首付的时候 他撑不过去了 他就给他老婆做了一顿午饭 做完午饭之后 他这个小老婆 不叫小老婆了 这叫什么呢 未婚妻吧 同居女友 同居女友吧 小睡一会儿 这个时候他崩溃了 他心里想 这要露馅了 那怎么办 他要跟别人了 一想我这么爱的一个女人 他要跟别人受不了 拿起一块砖头 呱呱呱呱 就把他未婚女友 砸死 后来就掐 掐死了 就是这么个事 交女朋友也是要量力而为 还有就是 现在是不是都就是您为 就是说 玉碎不为马权 就是说我没有办法跟你一起 就是如果我没有 你也不要有 这是一种心态 这也不见得是房子 他最后促使他 所以这个事多角度解读 一个是男人的这种 什么 就是说 自尊 呃 他不能容得这个女人 再找别的男人 那么他就觉得 我肯定是失去他了 但是一想到他找 他要跟别的男人 同床共枕呢 那个就是他不能接受 这些都是这个故事里边的 老老成分 这是老故事 就是男的容不得 我喜欢的东西 我拿不到 我就把它毁掉 这种是老故事 另外情杀也是非常常见 香港各种各样原因的情杀 也是很多 有的是集体一起自杀 但这个故事的心意在于 他演戏演到死 我觉得这个在某种象征程度上 跟我们人生很像 我通过他的故事 我在想到我们 我们其实每个人 常常有可能做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其实是你做不到的 其实是你没能力做到 可是你撑着 你为了你心爱的 为了爱你的人 你把自己这个角色一直撑 一直撑到你 你死到最后你撑不下去了 你就找条死路下去 你就只要你倒是死的这一步 撑到这一步 人家还说你是一个英雄 还说你是个完美 到了最后 如果说你不伤害别人 人家还说你是 尽了你所有的一切 我怎么觉得他最后这个 我特别听你这个故事 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说 他后面明知道 这个东西是假的 明知道是会拆穿的 可是他还要 我撑了多少 这其实我们仔细 我们有多少事情 我们其实我们也知道 我们做不下去 更不要想有些人是承担了 可能是公司的事 可能是国家的事 可能是很大 当然也做不下去 他最后就是死路一条的 可是他就能走到死 但他这个实际的情况 他是自己人为的 制造了一条死路 就是这样 这个东西 所以好沉重 你就别逼一个男人买房了 这是回到最写实的层面 不要以肘子了 如果以男人女人这样来说 我可以不逼 我曾经也说过 我说我可以不逼男生买房 但是男人是不是也可以接受 就是说 就像他 他是不是也可以接受 你看人家对方父母亲 或许也没有真的逼着他 一定要买房 他觉得我看上你 就是你对我女儿好 做饭 但是是不是男生 可以把这个自尊 就是传统这个概念 你自己也可能献下说 让对方来出这一笔钱 或者是什么 就是说在这个上面 就男生 自己也放不下这个东西 就我就算说 我买 我买没关系 这一百万我付 但你可能也过不去 这关 因为事实上 就是让这个女方出 就是事实上 这就是咱们说 香港人就能明白了 就是你 过去任志强他们讲的 你二十几岁人 以你们两口的 现在的收入 你们就买不了 62万100平米的房子 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处境 那么你们就要 你知道我还真是 认识一个男明星来 在上海看房子 有时候这人 能真能到这种程度 看房子 我也有体会 太喜欢了 看了一豪宅 太喜欢了 你知道吗 扔下定金 三十万 说不要了 走了 走了之后才发现 自己是买不起的 后来你这怎么办呢 就人的这种 当时的冲动 这怎么办呢 又托人找关系 就这么跟人家老总说说 要不咱就 就算了 你说他喜欢 就能喜欢到这程度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从那个社会问题来讲呢 好像是因为房子的压力 我们这个 大家比较认识 但是我想这个男人 走到这条 其实也是死路了 不是被女的逼的 是他被他自己制造的 自己不属于自己的 这个形象给逼的 他在这个他心爱的女人面前 制造了这一个人 这个人不是他能做到的 但是他不能打掉这个东西 这是他自己制造的 我还是想讲 这种情况发生很多 只是没这么极端 我给我自己一个使命 我是什么 什么什么 很多吧 那这个很多人相信了 你是什么什么 然后你其实做不到 这个什么什么 你就一步步演到最完美 就演到你死 这一幕完了 就跟黑天鹅一样 当你这个黑天鹅的电影里面 他也不是吗 就是当你演到一个 最完美极致的时候 到座 你就是只有 只有就是这个生命都给他 你才会觉得 这是这个perfect 所以或许在人生里面 就是 其实我过去 我自己也是一个 比较完美主义的人 就像 所以徐老师这样说 我会可以理解 你会设定一个目标 然后你呢 你就觉得你逼着自己 你就可以达到那个地方 然后你就会一直 越往牛角尖里面钻 然后呢 让你 日日夜夜 就是觉得 我就执着了 我就要 我就是要 然后呢 你就把自己逼到一个 很不开心的境界 但是你就觉得 只有拿到那个 我才是快乐的 中间的过程 你都会忘记 我只要那个结果 而且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你越是爱的人 你越是跟你关系经的人 你越是没法跟他说真话 是 哎呦 这个啊 你不要说这个小伙子了 我跟你讲 大名鼎鼎的人物 我那天看了一个谁的传记 就是美国前一阵退休 做了25年那个 那个那个 拉里金 Leverking CNN的 那个老头 70岁 你知道他这辈子 有件算是丑闻 好像是给关监狱去了 反正至少是涉嫌犯罪了 对吧 丢了所有的职业 为什么 我就看到一个人呢 他性格里有一种什么呢 不忍心拒绝别人 就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 那么实际上呢 就有这么一大款 要办一个事 大概是这个跟银行 跟什么有关系的一个事 生意上的事情 生意上的事情 有点猫腻 有点猫腻呢 那么就求他帮忙 过去这个大款 大概也给他点钱什么的 那他就帮忙 他就答应人家一个什么事啊 他跟总统 美国总统 我忘了是哪个总统啊 咱就说是尼克松吧 他就因为他做这个节目 经常访问这些 他是说 你这个事情啊 我跟那个尼克松 说一声 那个大款就求他 跟尼克松说一声 他就答应了 可是呢 他就把自己已经提了 就是别人给他的期望 抬到了 他本来达不到那个地步 而且他自己 有他的专业操守 他知道 真要去跟尼克松 开这个口的时候啊 他作为一个主持人呢 他就觉得是 不能说这个事情 你知道吧 但是你看这个人呢 他就跟这小伙子 没什么两样 一步步的就答应 答应 答应 甚至还收了这个大款的 这个钱 你知道吗 答应答应答应 最后逼到没办法 有一天他就约了尼克松 尼克松还很重视他 然后呢 尼克松在屋里聊天 他就说 我怎么也就说不出 我画到嘴边 说不出来 最后尼克松就很奇怪 因为竞选的事情很忙 这个从屋子里走出来 要走向飞机的 这个直升飞机的路上 说咱们俩一起走一段 就画到嘴边 他说不出来 最后说 到底是因为什么事 然后他就讲了一件 随便什么破事 你可松也很奇怪 说这么个事 你现在跟我说 结果最后事发了 事发了 把他告上法庭 所有的职业 他都丢了 然后在这个 就是生活陷入低谷 困顿之际 怎么样起而再生呢 他就跑到一个 那个堵马的地方去 把他身上 仅剩的那几十美元 全压了一个 最冷门的那个马 就他翻过来 赢了几十倍 就一下子就全翻过来 你说这是 他的这个故事 我们生活里 也会有这种体会 有时候我们太为 别人的期望而过活了 对 就是你明明知道 那边你根本盯不住 接不住 但是你还在这撑着 你说什么 对 所以现在外面的压力 如果我们没有 自己的一套想法 就是跟着外面的 这个标准而生活的话 的确很容易 发生这种事 这个例子就是 杀女友 就是极端 极端的 但是你有时候 可能逼到自己不开心 或者是你可能 反而跟朋友决裂 父母决裂 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现在又停一样 很可能碰到一个人 很开心的 可是想想周围人 对他的期待 他觉得这个还不够啊 满不住周围的人 到时候不会挖一下 这个时候 他对这个人的关系 你看这个时候 你到底自己要什么 跟人家要你要什么 就会有 又停 你觉得女孩子里边 是不是也会有这种现象 就比方说啊 他实际上理智上完全清楚 他跟这个男的是没戏了 对吗 但是呢 他也不知道是为了要维持什么 他却可以一直的 跟这个男人这样 弄下去 直到自己最后无法收拾 维持 对 我觉得现在 这是很容易发现 最近我就有个女生朋友 他就很困难 他就问我说 他说现在有A跟B啊 A呢 是个就是跟他在一起呢 他知道他一定是很 物质条件啊 什么都很好 然后对方呢 也是愿意从很远的地方啊 就是一直照顾他 就两个人就在远距离 或者是为了他愿意从 这个可能欧洲啊 搬到这个亚洲来 去跟他生活啊 等等 对他很好 但他们两个之间 就是没有这个化学的变化 但他知道这个男生 肯定是一个 可以久久常常照顾他的 而且他们之间 已经五六年的考验 另外一个就是 他跟他就是有化学变化 他可以想到 他们之间一个笑话 他晚上就开心的 不得了跑来跟我讲 说我们今天讲了一个 很无聊的笑话 但是我们很开心 这个男生就像他说 可是他并没有实际 可以照顾他的例子 他就问我说 我该选谁 然后我说 这好像不是A B的选择 而是你自己心里面 一个天使 一个魔鬼 应该选谁 倒不是说A B 但这两个人的出现 提醒了你一件事情 到时候我跟他讲 我说好像还是只有这个 快乐的事情 你才可以比较长久 但是女孩子没办法 他就是陷入那个 没错 他就说 我是不是可以试试看 培养一下 跟他之间 或许我不用百分之百喜欢他 到我百分之八十 我可不可以 没错 我觉得很多女的都是这样 总觉得这个感情可以培养 我这个条件都具备了 培养培养培养 很多少人间悲剧 都这样造成 当然找那个 我跟你说 也好不了 没一个好的 请将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徐老师可圈可点了 哎呀 我就是感受 就是人被自己制造的光环害 人被自己制定的一个目标害 或者说人被自己 说得更准确点 人被自己的这个理想 所以偶尔是要懂得示弱一下 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的心理学 也是鼓励大家说 以前我们说 我们应该要制定一个高的目标 然后就是往那个地方走 你可能梦想才会够大 或者是你的生活 才会实践的更多 但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压力之下 其实你已经不用自己给 旁边已经给你一个很高的 standard的时候 你应该要自己懂得 在这个过程中懂得示弱 这个并不是不好的 并不是丢脸的事情 而是每一个人本来就会有 很不完美的时候 超人 他也会有他的克星 他也是有不能跟他女朋友 谈恋爱的缺点 其实就是我觉得最关键的 就是说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就这句话呀 难死亿万万人 就是你知道吗 谁 当然那个好的呀 是太想要了 明明其实要不到 不是有人就说嘛 说你最后没能留住这个人呢 那这个人就不是属于你的 你就不要贪 但他会觉得我是loser 他会觉得我这样失败 我尽了这么多努力 最后我还没得到 那不就等于我的生命 你看他其实不在争这个人 他在争自己的这一份 是 自尊 自己的这一份 怎么来说 我的life的价值 对 他会觉得 比方说我刚才讲 他那个现在 可能给他带来快乐的人 如果这个女的足够强的话 但是就怕就怕他什么 怕就怕 他过几年以后 他等到那个男的 不能给他房子 不能给他什么时候 他连现在这份快乐 他都怀疑了 文浩哥你念那么多书 两位老师念那么多书 我就想问一句 当我看到这东西 我可能知道 我要不到那么多 但我看到了10% 我可以努力 所以我为了这10% 我拼了命压榨自己 我让自己在这个时里面 我努力 而且我是真的努力 我付出心力 不管付出时间 或者是金钱等等 但他就是拿不到 这有什么可以解释呢 为什么我要认命 为什么 为什么你可以我不行 你知道这就是 有没有任何宗教什么 这我自己其实 我都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他可以 我有努力吗 我有 你知道这个里边 释迦牟尼早就说了 这叫求不得苦 人生的根本的一种苦 叫求不得苦 你比如说 你看见比尔盖茨 对吗 好 你觉得 对 可是你知道吗 他已经得了的 他不当回事 比尔盖茨一定也有一个 就是说 我怎么这么费劲 我怎么得不到 有的父王可能说 我怎么就得不到 我孩子的爱 对吧 其实每个人 你去挨个打听打听 谁都能告诉你 我真想要的 从来没有要到过 我有的 我也没有那么 把它当回事 对不对 都是这样 但是你都是 这山看的那山高 你看着他有教授 你说为什么 我不是教授 你没想到 他别的地方 他 徐老师还闹心脏病呢 你心脏很好 他刚才讲了嘛 你那个一百 你走在十 不是你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因为别人打到这个一百 你就想你也 走在十